有关报告刻意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混淆是非曲直 身高两岸紧张对立 是极不负责任的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 始终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解放军在中国台湾岛附近海空域 开展军事演训活动 就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持续挑衅 做出的正当必要反应 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 任何人都无权说三道四 民进党当局歪曲否认九二共识 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这是造成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 不去庆赋 鲁难未夷 台独不根除 台海无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 坚定不移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以武谋独的行径一日不止 我们的军事反制行动就一刻不停